請問, 請問 禎哥, 去找黃局長真的有用嗎 當然有用, 黃局長是衛生局長 現在我們寶廳被那些衛生雞腸瘋了 找到他才能夠處理 那快點, 趕快去 真是走運, 切菜都弄傷手 幫忙, 幫忙, 放開, 放開, 放開 你幹什麼?放開, 放開, 放開 你放開, 放開, 放開, 打劍 打劍, 救命 救命 不要, 阿良 救命… 救命 救命 那個不是衛生雞腸? 救命, 救命 是呀, 他有種害人做英雄 打劍, 救命… 打劍 救命 打劍, 救命, 救命, 打劍 救命, 救命, 救命 不用哭了, 警察來了 你沒事吧? 謝謝… 不用客氣, 你去哪裡? 我扶你去吧 好…謝謝 好, 吃吧 你看, 黃局長, 麻煩你 你真煩, 現在沒空管你的事 老爺的眼睛不太好 肯定不會走很遠 我們分頭找找他 那個黃局長好像走失的老爸 肯定不空管我們的事 是他 剛才我們在行裡見到 西藏雞腸救的人 難道就是黃局長的老爸? 對, 趕快跟著去看看 我先去看看 小心, 爸爸 爸爸, 不如這樣吧 你們住哪兒, 我送你回家好過 我不會回來 家人擔心你嘛 爸爸 就讓他們救一下吧 不孝之子, 氣死老爸找三敗 但是… 年輕人, 放心吧 我是堂堂黃局長的老爸 我不回去嗎? 你怕他們不來找我? 黃局長? 年輕人, 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 什麼事? 我現在跟你談一宗生意 生意?什麼生意? 別這麼大聲 好, 你知道嗎? 你想冒認我做這個霸極救命一人? 如果你答應我, 我就給你十萬元 怎麼可以? 你別問為什麼, 有錢就賺就行了 秉哥, 你這麼好死 無緣無故會有益給我? 是啊, 其實我們有事要求黃局長 你猜吧, 你假冒我做霸極救命一人 就是想霸極他兒子黃局長? 不妨告訴你了 我的武廳被衛生稽查封了 我想你認載做他的救命一人 我就可以求衛生局的黃局長開封 不行 因為衛生局的黃局長, 我也想認識他 我蔡祖廣有用, 不好意思, 幫不了你 你別敬酒不喝什麼飲罰酒 你相信我明天要你的菜竹行閉嘴 是呀 我秉哥小子玩得這麼大 除非你答應我, 要不然你就看著你 年輕人, 你…你去了哪裡? 爸爸, 我在這裡… 恩公… 我剛才…我問你叫什麼名字 你還沒說 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太子丙 爸爸 這位是… 這個是我賤內百姑 黃老爺, 你好 你叫太子丙, 你老婆叫百姑 是呀… 這次我記得了 黃老爺, 不如我扶你上我們那裡休息 好…謝謝 恩人, 這隻手不是有傷的嗎? 是這隻, 不是那隻 好, 上去休息一下吧, 上去休息一下 好…謝謝 恩人, 你住幾樓? 三樓 誰的聲音 我談上鏡, 我住三樓 謝謝 媽媽 這間酒樓的點心也不錯 是呀… 是呀, 不錯的 炳哥, 你別再推三推四了 那十萬元你很給我 你這麼急著做什麼? 黃老爺還沒相信我 是他的救命恩人 你還推我?你現在給我 是呀 搞定了, 一個崩子也不會少你 黃老爺, 你幹什麼? 老了, 多走幾步腳痛 這樣啊, 那我扶你回去休息一下 好… 不行 黃老爺, 你難得出來一次 讓我陪你走 我的腳痛, 怎麼走呢? 不要緊, 我可以背你 背我?你背得起嗎? 背得起, 背你一天都行 對了, 你的手不是受傷的 還是算了吧 算了吧, 算了吧, 走吧… 不要緊, 傷了手指而已 身體沒有傷, 背得起你的 這樣嗎? 是 那我就不客氣了 好呀, 上榜吧, 上榜吧 走吧 我去這裡走… 太子餅, 真是辛苦你了 今天背了我整天 不要緊, 黃老爺 只要你喜歡, 我每天背你逛街 什麼聲音呢? 不是, 我風濕病發作 肯定背了我整天的舊病復發 是呀… 不如我替你拔一下火罐 風濕痛是拔火罐最適合的 好, 當然好了 拔火罐? 放心吧, 我兒子還沒當局長 那時候, 我就學了 我經常替人做的 是嗎?是嗎? 當然 那就好了 黃老爺, 那我就不客氣了 麻煩你替我拔火罐吧 八姑, 麻煩你拿些工具來 拿工具? 黃老爺, 我們家裡沒有這些工具 不如這樣吧 等我明天去街買回來才拿來做, 好嗎? 不用, 隨便, 茶杯就可以了 茶杯? 有… 報紙和火柴都有 行…對了… 黃老爺, 我不知為何 我好像腦筋不痛 不如去桌子做好了 好… 我馬上脫衣服 麻煩你摸摸我 這個頭 很痛 那個頸 別開了 這個腰 很痛 在這裡… 你幹什麼? 幹什麼… 你倆答應說要給我十萬塊 你還沒搞定, 幹什麼要給你 我不管你現在給 想要創你的心嗎? 怎麼樣?感覺怎麼樣? 很舒服嗎? 很舒服 對了, 黃老爺 你還有什麼拿手絕招? 一次過拿出來給我見識一下 好…我還會捏骨 是嗎? 是呀 我陣內經常說腰酸骨湯 很想不捏骨 好, 選了不如碰撞人 不如現在跟他練習一下 好…來, 阿伯… 八姑娘, 你找著我就對了 好 好 行了…黃老爺, 阿炳哥那些寶冠得了 你快點拔出來, 夠時間 差點忘記了 怎麼這麼緊? 怎麼這麼緊張? 是呀, 撞鬼了, 把球都起了 時間長了, 不好意思 你聽… 阿炳哥說我沒心的 你還說沒心, 我說你故意的 快走 快走 這樣, 我走歸走 你把數字清掉給我 清什麼? 你清什麼?你這麼快就忘記了 你答應了給我十萬 給你十萬?你也想, 你也開胃 你特地叫我盲工 替我拔火罐, 弄得我皮都爛了 我不叫你陪湯陽就算好 走 阿炳哥, 既然弄得這麼麻煩 不如我們打個電話給黃局長 叫他接老爸走 千萬不要 這隻老爺的氣味不順 你這麼快就打電話叫黃局長來接他 萬一手他不開心 那他前功盡廢, 現在怎麼辦? 過河秋板?以後一次 我看你怎麼跟黃老爺聊天 你最討厭西人賽 他都會搞得很暈 我看他都是全燈的 現在這隻老爺還是私隱我 是不是他的救命恩人的 那…不如叫西人賽回來吧 叫他回來就是叫我死 那…那…那怎麼辦? 別這麼大聲, 不然讓老爺聽到 那…那你又趕西人賽走了 難道你整晚扮啞? 兵哥, 你是不是感冒了? 我把衣服戴上了 感冒? 對, 你說如果西人賽感冒 咳到聲音都沙灑了 他就認不出西人賽的聲音 你的意思就是要西人賽感冒? 當然不是 我就是說如果我感冒咳 咳到聲音都沙灑了 那老爺豈不是分不出 誰是西人賽, 誰是我的聲音 對呀, 你就這樣說吧 死人油炸蟹, 這樣也想不出? 黃老爺, 慢慢坐 一天都喊我不好, 連累到你這樣 不要緊, 我感冒而已 你不需要介意的 我不介意的 是誰? 是誰? 沒有… 是呀, 是有人發聲的 這個是誰? 他是兵哥的朋友 他來找兵哥談生意的 是呀, 黃老爺, 不如我扶你去沙拉寶 談生意? 是, 黃老爺不會聽我們談生意的 那我們走吧 是, 我們去沙拉寶 老爺, 不要走 是, 黃老爺, 你想害死我嗎? 你臭丫頭, 虧青鬼 失敬無神, 怎麼笑上來幹什麼? 兵哥, 你這麼聰明, 你沒理由不知道 你答應過給我十萬 為什麼現在先也不先? 什麼?現在你還想來拿錢? 我的背部被害得全花了 那十萬就當衣浴費 是呀 那這只是散無賴而已 好, 你不給嘛 我問黃老爺給? 喂…別怕了 臭丫頭 是呀, 兵哥 你早給就不用搞這麼多事嘛 媽 兵哥, 說好十萬, 不是兩萬 就這麼多了, 你要不要? 不要啊, 不要拿回來 是呀, 你挺無賴的 好, 我跟你說 你不給也沒問題 黃老爺絕對不會相信你是他救命一人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你知道我救黃老爺的全過程嗎? 如果他問你, 你會答嗎? 什麼意思? 那八萬元我不會再上來拿 乖乖的, 你自己拿給我吧 老闆, 餐廳不是有烏鷹嗎? 烏鷹? 你看 對呀 不好意思…你們倆大哥 這頓是我的… 不好意思 兵哥, 做事 有這麼難搞… 你做什麼? 你做什麼?你給我 不要… 徐六哥, 什麼事? 兵哥 兵哥, 你認識他嗎? 你跟我說, 是五戶… 對呀, 西洋醉是我的馮客 算了, 放他吧 是呀…我跟太子餅很熟 我今天給太子餅面, 放你吧 但我的兄弟吃得好不開心 你會做吧 會做吧 會做… 會做… 走, 下次再吃早一點 對呀, 六哥 怎麼樣?兵哥 這次做得不錯 不過第二次, 不要只放烏鷹 放老鼠屎 別問了, 放在我身上 好, 待會喝茶? 好 拔片餅 原來你叫他來搞我嗎? 我有說嗎? 你真厲害 放手吧 你不想六哥來整天搞你 聰明就把救黃老爺的事告訴我 別人就不去搞你了 很難 真的嗎?那就撿一撿吧 兵哥 大家這麼傻, 談得對 兵哥 我和你開玩笑而已 我說了… 坐… 我交黃老爺的長西情況就是這樣 不過兵哥, 你要保證 你那個人不要再來我當作搞事 對了, 先吃辣椒 幹什麼? 我怎麼知道你會不會突然跑來我家賭水 當然不會, 我哪會做 你吃了一隻辣椒就證明你有誠意 那…哪有飯吃呢? 鬼什麼鬼?你吃了一隻辣椒 老爺… 老爺… 你這個 太子炳, 你幫我找個老爸 我以後不會虧待你的 謝謝…應該的 黃老爺, 你的兒子還沒接你 老爺 爸爸 這是誰? 這個不是我兒子, 他是誰? 太子炳, 你搞什麼鬼? 這是誰? 他不是你老爸嗎? 老爸可以亂承認嗎? 要選得我沒見過 那你說你老爸瞎? 你就瞎, 我老爸老花而已, 瞎 混帳搞得百歡起一場, 我走 太子炳, 太子炳, 你去哪裡? 在這裡, 你的老爺 又說你兒子是黃局長 我真是黃局長 你還騙我? 你的聲音為什麼這樣? 我的聲音本來就是這樣 你不是我的救命恩人 你的救命恩人? 這個就是賣了救命恩人的名字 你的救命恩人 什麼事?與我無關 胡說? 我的救命恩人不是這把聲音 你們都是冒充的 你到底把我的救我那個年輕人 搞到哪裡? 你這個死老千, 爛爛 爸爸? 兒子 爸爸, 怎麼樣?你沒事吧? 兒子, 他們…他們欺負我 你?你們真是夠膽嗎? 連警察局長的爸爸也敢欺負 沒死過嗎? 死了…原來他是 市警察局黃局長的爸爸 怎麼這麼多個黃局長? 兒子…你怎麼找到我? 我現在就聽人家說 你和T上家的太子被在一起 所以我就馬上趕過來 兒子, 他們不是我的救命恩人 他還欺負我, 你給我教訓他們 是呀… 黃局長, 黃局長 其實是誤會的 誤會?我現在親眼看見你 嚇到我爸爸, 你跟我說誤會? 全部給我抓回去 是…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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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 你的雞養多久? 雞又便宜又漂亮, 已經養了大半年 佳豐, 手快就收拾我 蘭姨, 這麼巧 對, 鵝妹, 你又買雞嗎? 這隻雞挺有趣 在雞尾的中間有一條白毛 十足十七陽菜 中間破開的白芥 老闆, 我要這隻 好 好 鵝妹, 我替你看看 雞, 眼睛很精靈, 模式又漂亮 官又夠紅, 屁股又夠額 生坦雞尾香 怎麼樣?蘭姨 鵝妹, 這隻雞還沒夠胖 吃起來不夠滑, 我替你選一隻 不要啊, 這隻是剛才這麼多 扔下便, 當然最可愛的了 我要這隻 所以說你, 小女兒不懂得選 我選給你看看 你看看 這隻就不一樣了, 你看 胸部夠圓, 整個身都肥脆脆的 這隻肉特別好吃 是嗎?那我這隻呢? 這隻, 你看, 毛色不夠漂亮 頭睜睜眼濕濕的, 分明就扔雞了 扔雞? 阿嬸, 阿嬸, 我的雞 這隻都是你的雞, 你別討厭家 是呀, 每個人買雞都說自己的雞漂亮 好, 相信我吧, 這隻雞夠胖 好, 既然男人是挑雞的高手 我相信你, 買這隻 老闆, 我要這隻 好, 好, 把腹脆脆脆 這雞重點, 貴百元 行了, 沒問題 好, 謝謝 謝謝 花盤, 得好東西 阿嬸, 那我先回去了 老闆, 我要這隻 好 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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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 老闆, 老闆, 老闆 今天是湯雞嗎? 老闆, 我很久沒吃過雞了 你就想, 這些雞特地買來 給你後日生日當時才湯 我猜, 替我做生日買一隻黑雞 真是大家勵士 那黑雞便宜嘛, 你又不給我錢買 你現在就拿個籠, 困住它 然後給米餵的老闆, 肥肥伯伯 我就回店裡開檔 不如現在偷 老闆, 放下字 有餵米, 虧本了, 要算算嗎? Kiki, 教我們看字 來…看看報紙吧 我可以隨便買這碗 小明星有點詞 我會這樣唱 你怎麼還沒放下 我就會 不敢當你 來自我 有數字 我可以幫你 我自己看 他有數字 或者是誰 我喜歡 自己的 感谢观看 我的珈虫是我们的家 为什么跑出来 是呀,真是 誰叔,走雞怎麼這麼大不了 害怕成這樣,害怕老婆罵嗎? 不是,雞有米食,阿蘭看見也很高興 不是呀,你又會買一隻黑雞這麼巧 是呀? 話說回來,哪隻是你,哪隻是我的? 是呀,兩隻雞一模一樣,糟了 這次要怎麼辦才好? 糟了什麼糟了,我們認不出 你老婆回來認得到的 等阿蘭回來才認得到,她一定會罵 你這麼疼雞做什麼?大家街坊街 你雞池早拿來湯,什麼所謂 那… 什麼?男子漢大丈夫系,一二二二 你是一家之主,當然是你作主 那隻雞是你的,就是你的,是嗎? 那… 別這樣了,你是不是男人? 是男人,還要作主 那…也是,兩隻雞都差不多 一隻都不要緊 是呀,你先選擇 那我選擇吧 都算那隻西洋太聰明了 連餵雞的米都省省了 什麼說? 你知道嗎? 蘭姨說這隻雞又肥又漂亮 吃起來很好吃 總之是我辦事,你放心吧 你這麼頑皮,幸好就把人家賺回來 為什麼雞尾有條白毛? 你們問我之前選擇的那隻 為什麼會在這裡? 蘭姨,我問你,你之前放雞的時候 蘭姨那隻雞有沒有扔出來? 是呀,你怎麼知道? 兩隻雞混亂了 這隻雞不是我的 他說這隻雞是有病的,叫我不要 有病? 不是呀,雞官紅潤,眼睛有神 色寨也好,腳有力,叫又大聲 哪有病? 我不管 總之我那隻雞是給這隻貴兩百元 你拿回去給我換回來,快點 你瘋了,看來那隻雞 餵了牠整天,我累了,不換,你換吧 不是呀,我那隻雞沒有白毛 這隻有,這隻不是我的 你倆真是吵架 你真是閹沾臉面兼小氣 我之前跟阿瑞叔說過 做男人不可以跟雞計較 好吧,我現在去寶貝雞去換 我還有面子,不換吧 這庭店沒有人看,快點 我看過了,這隻雞不是我們的 你怎麼搞的? 男人老狗看隻雞也看不住 老婆,算了,不要這樣跟跟計較 什麼跟跟計較? 你趕快去換了牠 什麼?叫我去換雞? 男人老狗去換雞,我不去 糟了,這隻雞是我向阿妹手上換回來的 沒道理,給牠伯伯伯又換回來的 阿蘭,其實差不多而已 我們不要跟計較 什麼差不多?我告訴你 阿妹這隻雞 那隻雞給我們那隻還要貴成兩百元 你經常說不要佔別人的便宜 你現在這樣分明是找人的便宜 你說到時人家在我們背後怎麼說? 別想太多了,趕快去換吧 阿蘇叔,你比較旁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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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來換,這樣穿我的煲 你真是令我情何以堪 西洋蔡,其實你們那隻雞 給我們這隻雞貴成兩百元 算了,大家街坊街里,兩塊錢 別計較了,沒事 我換不換也無所謂 但是我老婆就發生氣了 你這個誰叔,你不是怕我吃虧 怕老婆罵嗎?你別客氣我 我怎麼對眼會?我叫他向東 他不會向西,我叫他向南 他不會向北 不然雞一隻,食狼就有我出來 那倒是,你都說得對 不過…有些事… 什麼鬼說,瑞蘇,我不是說你了 我真是有氣,我跟你說 你們平時被阿Ban罵到狗 我的氣就很不拒 這次趁這個機會,給他看虎光 你就是說不要換雞? 當然不換,藍章大丈夫 一元既族四萬,再不換 好,好吧,就這樣吧 你…你為什麼不換? 你…我老實跟你說 其實我買的那隻雞 就是在暗妹之前選對了 暗妹選了的? 是呀 我那天看到暗妹手上捉著那隻雞 一看就知道是生蛋雞 我就偷偷告訴她 那隻是病雞 一不小心就趕快換了它 就是暗妹選了,你又換回它嗎? 是呀,所以無論如何都要換它 要不是被暗妹知道了 到時候我們就已經變了 是呀,如果我們明去換 暗妹就說你小心眼睛了 是呀,你明換不行,我們偷偷地換 是呀,那就是偷偷 本日到來如漫逢 小心呀,說過人放下釣魚 你好聲音,弄壞了那個鍋 你自己去錢買 是呀 乾杯,生了… 生了?誰生了? 你呀?他…我? 不是呀,我是說你的雞腿生了蛋 福哥,你有沒有搞錯呀? 連我也玩了 不是呀,我剛才在廚房煮飯 看你的雞腿磨在幹什麼呢? 生了蛋就幫你撿起來了 你厲害呀,選了這隻生蛋雞 麻煩你,福哥 不用 我的雞腿生蛋? 我的雞腿生蛋雞? 難怪是蘭姨,之前說我的雞有病 原來她是想我買另一隻 趁我不為意,選了我的雞腿生蛋雞 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 不要吵了,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 麻煩你,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 水叔 水仔 不是,你幹什麼? 不…換一隻雞 你怎麼搞的?說了多少次 你弄得爺爺偷了每隻雞,你不是吧 不是,我是換一隻之前 撈亂的這隻雞而已 你說謊,我什麼都看到了 水叔,我一直以為 你和蘭姨是蛋雞裡最好的好人 誰不知道,就是為了一隻生蛋雞 之前那個調包,現在這個來偷雞 我沒有偷…我沒有偷雞 不是偷?那你手上的面子是什麼? 難道是鴨子嗎? 大家過來評評你 過來替我倒定 什麼事? 這隻雞是我的 什麼事? 這隻雞是我的 各位街坊… 各位街坊,其實這件事是這樣的 今天早上我把雞放出來這裡吃米 和西人菜的雞差不多 結果撈亂了,現在我回來換我那隻雞而已 是這樣的 瑞哥,你有什麼證據 說明這隻雞是你的呢? 他…這隻雞… 我有證據 各位街坊,你們來看看 這隻雞的雞翼,我剪過來的 你看看 你看看 銀妹,為什麼會這樣? 誰知是否她剛才偷過時剪的 你…我的證據 這隻雞的雞尾中有一條白毛 還有,這隻雞生過蛋 福哥之前也和我撿過那些蛋,是不是? 是呀,我也想起了 我撿過那隻雞的尾中 是有一條白毛的 瑞哥,為什麼要偷銀妹這隻雞? 沒有了,我換 大家在一場街坊,為什麼要這樣做? 我…我換回銀妹 我說什麼? 我說你幾天次做男一鎮孚光 銀妹,你又是要為這隻雞和人吵 你真是餓了,真是 好呀,銀妹,你憑良心說對 這隻雞來問我真金白銀買 是,你是用真金白銀買回來 但你之前說這隻雞不好,那隻雞不好 其實你說牠有病 想要我買你的雞,買另一隻 然後你就買你的雞 沒有人分,是你,是你才對 好呀,我們說夠了沒有? 你是不是有良心 你才買這隻雞,你現在就這麼說 我買這隻雞 是嗎? 莫桶…你知不知道? 有些人清清白白從小 一輩子平平安安 有些人呢… 就經常偷騙怪騙著陷了 那十多歲的人吃了多少米 吃了多少鹽, 學人教人 木桶…你記住, 杜木桶一定要清清白白 別想自己會變成米缸 你說夠了沒有? 你別以為我不知道你在罵我 我也很心勸你, 杜杜一次也算了 杜杜一杜又一次 你好了, 你早上已經拿了彩 那隻雞又被你拿回了 我和你, 垂叔這麼大年紀 你到底想罵我們罵到什麼時候? 頭頭身體, 杜明, 你印奪天修 老婆, 不要為了一隻黑雞 就像雙心雙肺, 欣妹是小女兒 就任由她 不要再說了, 其實我們也有不對的 一開始就不要這樣對阿姨妹 又是嗎? 別生氣了,老婆,吃飯吧 你別這麼小器 這隻雞翻臉了,竟然有什麼胃 什麼?一人做事,一人當 不做妥協,當然要承認 還說很難 剛才 別叫了 你寫什麼? 出診,明天才回來 我的藥堂在店裡 難道現在要回去拿來煮雞蛋嗎? 當然要,走吧,幹什麼? 爺媽媽回店裡也在牛 老婆,你別這麼說,怎麼了? 我也知道,你為了治療我的病 就換了阿姨妹的黑雞 讓你的黑雞蛋煮天馬,治療我的病 誰叫你這個遺傳病 總是要黑雞蛋來做藥人 我那天看到阿姨妹選了那隻雞 是生蛋雞,我就急著來 想辦法換掉它 老婆,別想太多了 過去就算了,吃飯吧 原來阿蘭姨為了帥叔的病才是這麼做的 阿姨妹,我們大人有大量原諒她吧 她有苦衷的話可以跟我說的 哪用來搞這麼多事 如果她真的跟帥叔醫病 我可以整隻雞都給她 這才是又漂亮又善良 又敷衍大量的阿姨妹 還有,阿瑞叔和蘭姨 經常都給我免費洗衣服 有給我補衣服,有給我湯 這不是阿姨妹的生蛋雞嗎? 蘭姨早晨 你們怎麼把雞放在我門口? 蘭姨,瑞叔的病 我和西洋蔡都知道了 所以我們就想把雞給你 然後牠生出來的蛋 你就可以煮給阿瑞叔來調理你的身體 還有,這兩隻蛋 是雞這兩天生的,你扭上去吧 妹妹,我之前買雞的時候 騙過你,後來還要罵你 你也不習慣我 對不起,阿妹 是呀,蘭姨 你也是為了阿瑞叔這麼做的 我們可以理解的 蘭姨,其實我也有不對的 你這麼為阿瑞叔著想 但我又想一邊誤會你是小人 所以說對不起的那個應該是我 有,其實人和人相處 很多時候都會有誤會,對吧 只要雙方理解和認同 會得到大家認可,對吧 現在就天亮了 正所謂倫理一家餐 特別現在亂世時期 是呀,更加要同舟共濟 是呀… 阿妹,蛋餓就收了 大隻雞,你拿回去吧 不行 兩隻雞都要你養 因為我們要看當王 沒空養雞 對呀,總之這樣 雞生了蛋,我們對抹 因為我這個土特產需要吃蛋 為什麼 因為西陽太說我 餵了這麼小的事和人叫煞 所以拿雞蛋來煲和喵 讓我過火 雞走了 雞… 雞蛋,雞蛋… 雞蛋,雞蛋 雞蛋…